有的时候你不得不感叹 就是有些人真的是有天命的 对吧 比如于敏洪 如果要不是一个月前的董雨晖事件 可能东方征选 坐着坐着就慢慢的闽南众人 逐渐死去了 不要以为我是在瞎扯 看看今天中午东方征选的股价 直接大跌了11% 市值没有了25亿 要知道这可是在今天股市大涨 董雨晖与雨晖同行 直播间越卖越好的情况下出现的 为啥呀 原因很简单 因为昨晚东方征选发半年的财报了 一句话就是一塌糊涂 大家来看看 看起来整个营收有57亿 比去年的同期增加了34% 但是利润只有2.49亿 甚至比去年的同期还下滑了57% 说人话就是 你这个买卖你做个某线 你卖的越多 结果你赚的越少 要知道他们并不是科技企业 并不需要投入太多的研发 对吧 你是做零售的 怎么能做到你卖的越多 还赚的越少呢 只能说你在成本控制上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在评评 并不是你的东西说卖不出去了 毕竟你的销售额是在增加了 是不是 那问题在哪 要不就是你卖的东西的利润率比原来差了很多 啥东西利润高 自营产品 但是你们没有发展起来 对吧 不过没事 现在有与会同行了 有解决方案了 还有一个就是仅仅做了三年的东方征选 在成本上出了问题 一个是营销成本 一个是能力成本 我们来看看 这里就非常的明显了 营销成本它增加了多少 百分之一百四十五 同时再看看能力薪酬方面 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二十九 如果你看到这两个数据 你就会发现 它都是超过了百分之一百的增加 而整体的销售额才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七 那说明啥呢 说的好听一点 哎呀市场竞争太激烈了 东西不好卖对吧 说的不好听一点 就是你这个钱你没花明卖 多花钱买流量了 也多招能了 但是你的效率反而更差了 哎呀估计啊 这个余敏红自己呢 也是知道这个问题啊 所以当天命给了他一个破局的 董宇辉的时候 他马上就拉了一个 宇辉同行的团队 然后明确的说 董宇辉团队有着很强的自主性 可以自己选品 自己决定经营策略 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 可能真正的根就是在这里 当然还有财报里面 还有一个更有意思的数据 这个呢是叫应收账款 那什么叫应收账款呢 就是我东西卖出去 但钱还没收回来 是吧设账了 其中一年以上 才能收回的钱 现在有多少呢 2950多万 而半年前这个数据 才是44万 很多钱收不回来 这个就有点意思了 做电商难道不是消费者 收货之后 顶多一到两个月 就钱就到你站上来 但是你竟然有这么多钱 收不回来 那几个意思呢 不明白 他们也没有细说 当然要是你 你也不愿意细说 这个多不好看 是不是 于此同时你又发现 就是短期 你要给别人的钱 你要给别人结账的钱 那90天之内 你需要付出去的钱 是5.7亿 而半年前 这个数据 才是2.3亿 可以推迟到 三个月以上 才付出去的钱 一共才有 6500万左右 半年前是多少 9500万 再明确一点 说就是你该给别人的钱 你马上就得给 你不能设账 是吧 但是别人该给你的钱 反而可以拖着不给 你说这买卖做的 不扯 其他虚的 就是你的话语权比较差 他为啥差呢 我不知道 对吧 我就在琢磨 李佳琪的直播间 应该不会是这样 他们话语权很强 看来这个还是要等着 董雨晖来破局 说到这里 其实大家也大致明白了 如果真心不是一个月前出的时候 让东方争选 温水煮青蛙 就这么煮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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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最后慢慢也就会把自己煮死了 现在好了 用危机打败了危机 对吧 就看余敏洪会拿多少资源 去支持东雨回来 有些人他的命是真的好 对不对